以上就是我們在訪問的 詹琦本身他對於Android的軟硬體的安全 有非常深入的研究 包含在NFC或是Trust Zone或是Binder等等 目前也是Android漏洞提交計畫的參與者 今天他所要給大家帶來的主題叫做 Hunting in the Near Field And Infication of NFC Related Box of Android 我們再以最熱烈的掌聲來歡迎趙琦 謝謝 大家好 我是來自三零Alpha Team的趙琦 然後我主要的現在做的也就是 與Android相關的這樣一些組件的研究 然後現在也是正在看高通的Trust Zone 還在這方面研究 然後如果有喜歡這個領域的通道 也可以多多交流 然後簡單的介紹一下我的團隊 我是來自三零公司的Alpha團隊 然後我們團隊的話到目前為止 大概給整個安卓吧 包括可能廠商 包括Google或者是高通的一些加在一起 提交了約有200個各項的相關漏洞 然後我們團隊的Leader就是工廣先生 他也是安卓漏洞 利用歷史上有一個最高的獎金的一個得主 並且我們也會參加一些這種就是 胖相關的這樣一些比賽 並取得了多次的成績 然後這個是大概就是近幾個月來發現的一些 與安卓相關的 與安卓NFC相關的一些漏洞 然後後面我就開始給大家進入咱們這個主題 首先就是給大家看一張圖片 可能投影不太清晰 這個是NFC的協定碟 然後它字也很小 塊也很多 然後這個大家看不清楚沒關係 其實我把它放在這的目的就是想要表示一下 它的這個整個協定的這種設計是非常臃腫的 就是因為NFC它並不是一種說自上而下 有一套先行的設計然後去實現的 它有很多不同的廠商 然後又有一個所謂的forum NFC forum去做一個標準化 相當於這個過程中的參與方非常多 導致它的整個協定 就是橫向縱向的分層也好 或者是不同的那種變體都非常非常多 這樣一來其實就是對我們漏洞挖掘者是一個機會 也就是這種情況下 我們就可以去更容易的發現一些 因為它們大量簡單重複勞動 產生的一些代碼不嚴謹 它的另一個特點是 模組的命名方式非常隨意 如果你們去看安卓裡邊 就是NFC相關的代碼 你會發現同樣的一個模塊 可能在不同的廠商寫的時候 叫法是完全不同的 然後後面我講到的時候 可能也會用一些不同的詞彙 但是我會提到它們實際上就是什麼東西 這個NFC的協定 它在我們安卓操作系統上 實現主要有三個模塊 一個就是Reader Writer 就是所謂的卡的讀寫這種功能 就是我們將手機作為一個讀卡器和寫卡器 去對卡進行操作 這是一種最基本的形式 然後另一種形式的話 就是所謂的host based card emulation 就是基於我們的手機 將手機作為一個卡模擬器 去模擬卡的一些行為 然後讓其他的一些外界的讀寫 讀寫卡的工具來讀 或者寫我們手機上這張所謂的卡 然後第三種功能的話 我們今天不會涉及到 因為它是一個在安卓史上 即將被廢棄的一種功能 叫P2P 或者說大家可能有些朋友可能 是用過那個叫Android Beam 就是兩台都是安卓的手機 一起一碰 然後它有一個比較炫的動畫 但是這個功能的話 谷歌已經把它廢棄了 所以說後續也不作為一個重點 來去討論 給大家看一下 這個是我大致畫的一個 就是安卓的NFC的這樣一個實現結構 大體上看可以分為 左邊中間右邊三塊 最左邊這個綠色的就是 我們開發者寫的那種 安卓的一個應用APP 這樣的一個東西 其實不是我們說去研究 安卓整個OSP的漏洞的一個 主要的著眼點 因為它其實相當於是 外邊的第三方開發者 有去做的一個事 然後在最右側的這一些是 包括SoC 包括Kernel的一些Driver 還有像NFC的一個 HIL層的一些 就是Banner的一些通信的一些 實現 這個的話 我們也暫時不作為一個考慮 然後其實它主要的一個關鍵 就是中間的這樣的一個非常厚的一個 這樣的寫定碟的一個實現 從上層的一個Java GNI 一直到最下邊的一些基礎設施 然後我 我大致在這個圖片上就 用紅色的字記 標了一下 我標了一些關鍵的模塊 也標了一些就是 一些連線 這些連線就是一些數據的一個 數據與數據之間通信的一個平面 從這個 從這樣的一個平面會有一些數據的流動 我也把它總結成大概十點吧 一些攻擊面的話就是 包括 最常見的就是Banner進程之間的通訊 這個可能與NFC就不是那麼密切相關 然後 也包括 比如說一個APP 它到NFC的 處理協定的一個通信 再比如說 卡片和讀卡器 到我們NFC的這個協定 這樣的一個通信過程 還有就是Hardware Banner 這種 IPC方式兩側的進程 也會去通信 這一塊的話 也是不討論的原因 就是因為 它其實Hardware Banner的 這個通信 並不是說我們攻擊者 或者說我們用戶 完全可控的一個數據 它很多時候是一個 預先寫好的一種模式 儘管它可能存在一些漏洞 但是 如果你報給谷歌的話 因為你無法直接控制它的 數據流向 所以說可能 這個東西的價值不會特別高 然後 下面就是 SoC上面 肯定也會有一些攻擊面 但是這個的話 就是具體 涉及到不同的 芯片的實現 以及 從手機到 讀卡器 這個 理論上也算是一種 攻擊的方式 但是 這個相當於跟我們今天要討論的 說攻擊手機的這種方式 其實是相反的 所以說 也不會具體展開 然後 除了上述的 六處 是一個 信息通過的通路之外 還有就是我在 剛才的圖中 我也標出了 四個 看起來比較有價值的研究目標 首先就是 就是 讀卡寫卡 這個功能 實現的模組 然後還有就是 剛才提到的卡模擬的 這樣一個模組 還有就是P2P P2P之前也講過 因為它是已經被 即將被廢棄的一種功能 所以說也不太具體的展開 最後就是 一個通用基礎設施 一般來說的話 這個通用基礎設施 不應該算是一個 很有效的一個攻擊面 但是 因為它的代碼的一些實現原因 所以說 在這中間也出現了一些 相當於可以通過 用戶數據來控制的 然後至於說 Java和GNI的那種 為了通信而實現的那些 Wrapper一類的代碼 我們就不會去研究它 因為 通常這些代碼 不會對我們的 傳遞的資料 產生太大的影響 我們所關注的 前面提到的 所關注的內容 主要就是 在 OSP的代碼路径 下邊的System 然後斜-FC 這個文件夹下 這個文件夹下去 去研究它主要有幾個原因 首先就是我們的 前面提到的 與協定碟相關的一些實現 是在這個地方出現的 然後 因為 這個協定碟的一些操作中 就會出現大量的 直接對一些Buffer 進行操作 一旦這種 對Buffer的操作 非常密集的時候 就很難不出現一些問題 然後 另一個原因 就是它裡邊的 我們的那些資訊 是由我們用戶 或者說由我們 與手機不在一起的 這個 跟它無線通信的這個設備 去可以控制 也就是剛才那張圖裡邊 我現在把它還 仍然標在彩色的部分 就是我們後面要討論的 然後大致的一個 這些內容 在代碼數中的一個位置 然後 在 直接分析我們的Case之前 我先給大家 簡單的介紹一下 與就是 安卓NFC的這個 相當於 代碼庫相關的一些基礎概念 然後 這樣一來的話 我們後面去 可以更加 更方便的去理解 它裡邊的一些 工作流程 首先是GKI GKI 這個是個縮寫 它具體縮寫的是什麼 我們也不知道 因為這個是 谷歌它寫的原碼 也沒有加任何注釋 然後 通過對代碼的一個 這個 審計過程的 對這方面的一個 研究 我們大致發現 這個 GKI 它首先是一個 緩衝區 記憶體的一個分配器 它的這種分配方式 是基於RimBuffer 並且有在後邊 標了一下 就是 是這樣 因為它的這個分配器 它 對這個Buffer進行分配之後 它會有一些自己 相當於自己寫好的一些 所謂的MyLock Free這樣的函數 然後這些函數 實現的比較安全 也就相當於我們 因為我們沒有直接的訪問 HIP的一個機會 然後 它 這個實現 又是比較 比較安全的 所以說 在NFC中 就相比於跟它很像的 藍牙模塊 就不會有那麼多 與HIP相關的一些漏洞 其次的話 這個GKI 它的另一個功能 是負責一些 與信息傳遞 在所謂不同的Task之間 去傳遞一些訊息 然後 其他的 它還有一個 就是計時 這樣的一個能力 嗯 我在這張圖片的 右下側 放了一個 這樣的一個結構體 這個就是 由GKI去管理的一個 我們的一個Buffer 它的最開頭的一個Header 是這個樣子 這個Header 詳細的介紹 我會放在後面的一個Cat Study裡面 因為它會與那個Cat Study 所以關係比較強 然後 第二個需要了解的就是 所謂的NFA 也是一個 我們不知道它含義的 一個 他們官方內部的一個縮寫 它的功能 基本上就是 首先 系統管理器 就是System Manager 然後設備管理器 Device Manager 還有就是 狀態機的一個管理器 以及 初始化啊 包括在不同的協定節之間 因為我們可能 這次手機 掃的是 這樣的一個協議的卡 然後 過了一會兒 你拿另一個協議 來掃的時候 它會去 把相關的資源 去做一個釋放 和重新分配 這樣的一個 都是在NFA 這個模塊中 去完成的 其他的一些 與它相關的就是 消息的一個收發 也是在這邊 它作為一個 像管家一樣的角色 然後就是 與上層組建的一個通訊 一旦它把 數據處理好之後 它可能 直接就把一些 Buffer 進行一些封裝 然後 調用一些函數 把它傳給 比如說我們Java層的 這種 一般的程序員 寫的代碼去處理 總而言之吧 NFA我們可以理解為 它就是 整個NFC的一個管家程序 它的實現 還是很有特點的 就是 NFC的整個代碼 庫裏面有大量的 特別特別多的 全局變量 它所有的資源 基本上都是 放在全局的區域 然後只有 只有我們前面說到的 那些 與GKI相關的 一些Buffer 會是 就是在 在它的 它管理的那套 分配器中分配 其它的大部分的 一些資源 都會在NFA裡 引起了一些問題 然後介紹一下 Type of Tags 這個也是由於它的 協定碟實現中 出現的一些 名稱 比較隨性 所以所導致的一些 一些問題 我在這裡做一個簡單的 一個描述 就是我們 我們的 手機也好 各種設備也好 它基本上能支持的 這個協議 大概有下面這兩種 在這個讀卡器 讀卡器和寫卡器 這個能力下 它支持的是 所謂的 T1T T2T T3 T4T5 以及I93 還有MeFair 這些協議 這個所謂的 比如說T1T 它的意思就是 Type E Tag 這個名字 為什麼這麼起 也是它的一個 內部的一種 相當於縮寫方式 當然這些名字 也是有的時候 會有互相交點 比如說 那個 MeFair 那個格式 它應該是 NSP的公司 下邊的一種 實現 其實它的 它的實現方式 就介於T3T 和T4T之間 但是它在 它在具體的 處理代碼 卻又不是一塊 然後 在卡片模擬 這一塊的話 安卓支持的 非常有限 只有T3T和T4T 這兩種形式 它會去做支持 接下來就是討論一下 我們去分析 比如說 安卓NFC 這塊代碼 是應該用 模糊測試 還是說用代碼審計 哪種方式 會更有效一些 這裡的話 我就給大家 羅列了一些 當時我做這個東西 因為我也寫了一些髮子 但是效果非常非常不好 我就分享一下 當我們 比如說第一次看到 一個完全 陌生的 這樣的一個 codebase 的時候 我們到底應該 怎麼去考慮這個事情 通過我對它 codebase的一個 一個學習吧 然後 可以發現這樣幾個特點 首先就是 NFC這個東西 它的整個實現方式裡面 存在大量的線程 大量的狀態機 進而就導致它存在大量的狀態 這些狀態的話 可能我們作為一個 一般的髮子來說 你從一個入口進去 然後傳遞一些能夠 激變的數據 對於這種狀態機非常密集的情況 就效果不會很好 然後 其次的話 它有一個特點 就是它會有多階段輸入 並且這些輸入的處理順序 也是不一定的 一般來說我們如果 一個模塊 我給它一個輸入 它有一個固定的執行方式 這樣一來 我們可能髮子的時候 會比較方便 但是 對於NFC來說 由於 它的很多時候 它會去做一個 去做一個 我們輸入數據的一個 比如說拼包 比如說前後的一個依賴關係 這樣就導致 如果我們 只進行簡單的變異 可能 在髮子的時候 效果就會非常不好 然後 下一個問題 就是它的代碼的 偶合程度 相對來說非常高 也就是說 它的代碼 所有的代碼 都寫在一塊 然後每一個模塊 如果你想拆出來 就是 找到一個子模塊 去單獨的 在一個 在一個環境中 去跑髮子 難度也是比較大的 但是當時我就做了這件事 我把它的 其中一個模塊 完全的拆出來 想要去髮子 但是 這樣髮子又出現了 第四條問題 就是它的 約束條件 特別特別的多 也就是說 如果我們 不從 整個程序的 最開始的入口 進來 而是把中間的一塊 模塊給它拆出來 然後對它進行一個 模糊 模糊測試的數據的 一個畸變輸入 確實是可以 產生很多crash 但是問題是 在我們拆的這個 這個過程中 其實我們是把這個 模塊外側的一些 與它相關的check 給過掉了 這樣一來 即便我們有一些crash 我們去人工分析的時候 很有可能 這些crash也是 嗯 你從 零权限的用戶 輸入的方式 是無法抵達的 總而言之吧 在上述幾個 條件之下 這個 我們的一個結論 就是說 對於NFC來說的話 還是使用 就直接人工的代碼審計的方式 會更加高效一些 最後再 再介紹一下 我在寫NFC的那個 就是POC的時候 用什麼工具 因為一般來說 比如說我們有一個 本地的 本地的那種漏洞 我們可以直接 寫一個小的APP 或者寫一個簡單的 Binary 然後在 在我們的手機中 直接去執行 只要它觸發到了 我們就認為說我們 起碼在理論上 可以觸發這個漏洞 但是問題是 NFC 它是一個 相對來說 是一個 無限的這樣的一個 攻擊面 我們需要從外界 去對它 進行一個 攻擊 這個時候的話 那我們應該考慮 就是說 如何去 用一個東西去觸發它 當時我 一開始的想法是 我們直接 找一些卡片 然後 將我們的POC 我們 直接寫在卡片中 利用這個卡片 去觸發 它的 IMC 協定碟的一些漏洞 但是問題是 我們的一些 POC的 傳遞的一個數據 都是比較怪異 比較畸變的 這樣的數據 這樣的數據的話 通常的卡片 你是寫不進去的 因為卡片它有自己的 一個 通信的一個約束 然後 第二個想法就是 我直接去 拿另一台 安卓手機 然後去改它 OSP的原碼 去讓它的 一個行為 符合我們攻擊的要求 這個 也存在一個問題 因為剛才我在介紹 它的實現的時候 已經說過 安卓 它支援的 卡片模擬的方式 非常少 它雖然說 儘管它支持了 支援了非常多的 就是 讀卡和寫卡的功能 但是它的 卡片模擬功能 非常有限 所以說用它 也不是一個 就是 在所有情況下 都可用的一種方法 在這種考慮下 最後我找到了一個工具 叫做 proxmark3 這個是一些它的截圖 這個項目 它是有自己的一個官網 包括它的Github 已經非常詳細的危機 它的官方的一個說法 就是它是一個 通用的這種 RFID工具 然後 它可以去Snoop Listen 和Emulate 這個就是我們現在 需要的 因為我們是要去 Emulate一張卡片 然後在裡邊去 發送一些特定的 我們要做POC的 一些數據 然後 它的一個好處 是它的文檔 比較豐富 所以大家可能 如果去使用它的時候 很快的就能上手 如果要自己去 購置 拼裝這樣一套 proxmark3的話 大概需要 這樣幾件東西 它的那個 SOC 一個晶片 然後高頻率的天線 低頻率的天線 當然 我這裡其實是沒有用到 低頻率的天線 以及USB的一個線 然後 如果 不願意自己去拼 也有集成的版本 它大概就是這樣的一個設備 我之前寫POC 一般都用這個東西來寫 但是 我今天沒有把它帶過來 因為我比較擔心 過海關的時候 可能這樣的一個設備 不一定特別合適吧 我當時也沒有具體去研究 然後我就錄了一下 當時用它的一個過程 大家如果去使用 proxmark3 它有兩個分支 官方有一個官方版 和它的一個比較重要的貢獻者 叫SMAN的一個分支 這兩個分支的話 各有各的好處 可能 個人的那個版本 會相對來說 雖然不那麼穩定 但是有一些新的功能 可能 在我們去 模擬一些很少見的 那種協議的時候 這個個人的版本 可能會給人一些啟示吧 然後最後就是一個 相當於disclaimer 一個免責聲明 就是提醒大家 如果用這個東西的話 不要用它的 所謂的snoop 這種功能吧 我們就是做一個 研究的使用 哇這個 不是很清晰 我大致跟大家說一下吧 這個就是 proxmark3 裏面針對 ISO15693這個協議 也就是我們前面說的 I93協議 它有各種名字 針對它的一個 針對它的一個模擬 就是卡模擬的一段代碼 這邊有一個will 然後就一共能有十行 左右的代碼 它就是 它就是我們proxmark3 能支持的所有的 卡片模擬的代碼 只有十行 就是這樣 就是它只支持了一條指令 也就是我們 它去 怎麼說就是 我們卡片第一次 放上去的時候 有一個識別 就只支持這樣一條指令 但是好在 它給我們寫了一個 這樣的框架 就是 我們可以把它編譯 然後flash 到我們的一個 設備中 把它的圓碼先編譯 flash到設備中 然後 當它運行的時候 它就是一個 相當於一個will 死循環 這個死循環裡邊 除非你按 按下按鈕 否則它就一直在 裡面運行 裡面就是一個 非常經典的 處理協議的 這種dispatcher 有一個類似 switch的結構 去根據你 來的包的 不同的情況 去做一個分發 那既然它沒有實現 我們在寫poc 的時候 我們就可以 自己去寫一些代碼 來實現 我們需要的功能 這個寫代碼的過程 也比較麻煩 因為它本身這個東西 它什麼都沒有實現 完全沒有給我們 任何的基礎 那當我們要 發現一個漏洞的時候 為了到達漏洞的地點 我們很有可能 需要自己去從 這個通信協議的 第一條指令開始 逐條逐條寫下來 當然前面寫的是 合法的通信 通過這些合法的通信 讓它整個程序的 運行狀態 到達我們 有漏洞的位置 然後最後把 能夠觸發漏洞的poc 從最後一步 把它發過去就可以了 後面的話是一個 我當時寫的一個poc的基本結構 大致就是按我剛才說的 那樣的一個思路去處發 然後接下來的話 前面是一些 安卓上mc的一些基礎知識 然後接下來我就 選了三個模組 去給大家做實力分析 這三個模組就正好分別 為於我們要研究的 比較感興趣的 一個是卡片模擬 一個是readerwriter 還有nfa三個例子 第一個是卡片模擬的這個例子 這個漏洞不能直接處發 然後所以谷歌給它的評級是中緯 但是我把它放在這裡的一個原因 就是這個漏洞 我覺得它的觸發還好 但是它的不能觸發的原因 其實更有趣 就是我們能看出來 當一個模塊在場上那邊 是由多個不同的團隊 共同去實現的時候 它會出現一些 比較神奇的情況 這裡是大致的一個漏洞的 一個代碼 然後我在代碼上 稍微加一下一些注釋 是這樣 這個是一個 所謂的CE T3T Data callback 這樣的一個函數 也就是我們漏洞發生的地方 然後它的參數 我不知道大家能不能看清那個pdata 那個參數 就是一個我之前提到的 那種通過GKI去管理的一個buffer 但是它除了buffer之後 前面可能有一些前導的一些結構 但它本質上來說它是一個buffer 然後這個buffer 這個buffer我們第二步暫時先跳過 不看 我們來看這裡 第三步的話有一個 有一個紅的 調用 叫StreamToArray 包括StreamToUint8 這些紅的話展開之後 它大致的意思就是說 我從p這個指針指向的一段 raw data一些數據中 去根據我這個紅的名字 定義的方式 比如說我要讀一個Uint8 那我就會讀進來一個byte 然後寫到我們前面給它的參數中 並且對這個p進行 這個p就相當於一個cursor 對它進行一個向後的移位 然後所以說在整個NMC的 在所有的實現中 它都是使用這種紅的名義的方式 去對我們的這個buffer 進行一個訪問的操作 然後在我們右側最下面的這個位置 有一個StreamToUint8 也就是說我們要讀進來一個 比特的數據 然後將它保存在了一個變量 叫做NumServices 也就是Service的數量 然後接下來的話 它就會有一個對具體的Service 進行一個讀取的這樣的一個操作 在這個位置 在它讀取的時候 它直接根據我們前一步讀進來的 NumService去 還是用類似的 可能就是StreamToUint16 也有去根據我們有多少個 那根據我們有多少個Service 就是根據那個Num去讀 對應數量的一些內容到裡面來 但是問題是 我們去查找這個被寫的結構 它的一個定義 它其實是一個固定長度的結構體 它只有16這個長度 所以說這就是一個非常簡單的這種 因為OutOfBound產生的一個問題 然後看起來的話 還算是 看起來還是比較好 因為這個結構會放在Global的位置 然後 在它的附近還會有一些 比較敏感的一些 包括一些函數的指針什麼的 講道理來說 這是一個很好的漏洞 於是我就開始給它寫POC 寫完之後我會發現 我的POC為什麼跑不起來 然後我就開始對它進行一個debug去除措 經過更深入的研究 我發現安卓系統 它自己限制了T3T 也就是菲利卡各種名字 限制了這種卡片的模擬能力 或許就是因為這個原因吧 所以才無法觸發 然後這裡我的猜想就是兩種 一種可能性是說 它出於一個法律的考慮 可能為了防止人們使用這種協議 另一個考慮就是它可能是 因為IMC的整個協議站 從注釋來看似乎是博通給開發的 然後但是其他的位置的代碼 是谷歌開發的 可能兩邊也是 就是文檔沒有完全對接上 所以出現一些不一致性 這個是索尼 因為菲利卡或者說T3T 這種協議它的定義 基本上是來自於索尼公司 然後索尼有一個 對它的一個 sperial certification 在裡邊 它定義了一個概念 叫service provider 或者叫service code 其實它就相當於一個魔術字 用這個魔術字去 來規定我們這次通信中 使用的 使用的這個 卡片的類型 因為T3T下面 它可能又分了很多種卡片 比如說 這裡說的一個 什麼確認型卡片 模擬的卡片 或者是 菲利卡Lite 就是一些商業上的具體的 不同的分支 其實我們需要注意的就是 12FC這個魔術字 它代表的是 NDEF這種 數據報紋的格式 另一個就是4開頭的 400H 它代表的是 我們這張卡片 不是一張真實的卡片 而是模擬的卡片 然後我們剛剛跳過了一點 就是在左下側的那個 NDEF check的那個 那個 模塊 剛剛我講的時候 我說我後面會講它 它這裡有一個 比較 就是if PCB Sysm code 等於T3T Sysm code NDEF 也就是說它做這樣的一個 比較 而這個 這個值就是我剛才提到的 說我們需要注意的 12FC 它象征著我們這個 我們現在看的這個 卡片 它是一個 支持NDEF的格式 只有當它 支持NDEF的時候 才會去執行我們後面 剛剛分析的這些代碼 而當它不是一個 當它不是一個 NDEF格式的時候 它會去執行這個 if的代碼 就是if這個 代碼塊內部 它的 這個代碼塊的意思 就是說 我不對 數據進行任何的處理 直接將 RODATA去傳給應用層 由應用層 具體的去做一個 處理 這個是 我們從 C的代碼層面 看到的一個情況 也就是說 我們只去支持 12FC這一種情況 其他的情況 我們就 不去處理 然後呢 當我們 比如說 作為一個 應用的開發者 我去寫一個 能夠去做 菲利卡的 NFCF也是菲利卡的 也就是 T3T 它很神奇 它有很多名字 當我們作為 作為一個開發者 去寫一個應用的時候 我們需要 根據谷歌文檔的要求 去寫這樣的一個 XML文件 在這個文件中 我們會去定義一個字段 抱歉 這個字段 就是我們剛剛說到的 就是那個 所謂的魔術字 或者System Code 就在這裡 會去做一個定義 這個定義 也就決定了 我們現在 模擬出來的這個卡片 它的System Code 到底是什麼 然後我們再看一個 哦 這個可能代碼比較多 我就給大家念一下它的注釋吧 它的注釋是 check if the value is between 400 and 4FF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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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說 它的這個check的意思是說 如果你模擬的卡片不是以4開頭的卡片 那麼我就直接把你的卡片拒絕掉 不允許你運行 我們再來穿一下這個過程 在C的代碼的層面 我們這些代碼是說 我只支持ERFC 這樣一種格式 將它視為一個NDEV去做後面的一些處理 然後在Java的層面 我說我只支持4000 最後的結果就是 相當於它自己的兩部分實現是互相衝突的 從而把它的已經實現了的一個功能完全給擋掉了 這個過程因為如果你是Fuzz的話 就可能會發現這種情況 但是因為是使用就是audit的形式的話 就會認出這種 認出這種漏洞 但它實際上是不能去觸發的 然後當時為了給谷歌報這個漏洞 我就是稍微地對前面的那個check的盤數做了 也還patch 並且給它說明了這個原因 接下來介紹下一個漏洞 是一個 與讀卡器寫卡器相關的 然後這個漏洞的話 發現於就是ISO15693這種協定的協定碟 其實我只是選它作為一個例子 這類漏洞是整個 安卓的NFC中最 最有代表性的一種漏洞的形式 大概 所有的研究者累計能 交了將近幾十個類似的漏洞吧 我這裡就只挑一個 給大家介紹一下它的通用的 就是常見的一些形式 剛剛我給大家介紹過GKI緩衝區 這裡我再稍微詳細地展開說明一下 因為 因為 後面的一些東西會與GKI比較相關 在我們NFC的協定碟中 它 因為我們知道嘛 凡是這種協定 類似TCP IP也是類似的一種情況 它通常不是一層協定 它是多層協定互相包裹在一起 然後 GKI為了處理這種情況 它就引入了一個叫Offset的字段 就是我們在右側的圖片中看到的白色的位置 那 從我的NFC的一個Header 就是從我這個整個Buff的一個Header 到我們真正有效的 真正有效的數據中間 會畫出這樣一個白色的部分 是作為我的Offset 這個Offset是什麼作用 就是它的最大的功能 就是當我需要在不同層次的協定之間去做切換的時候 我們可能需要把它的頭去掉去讀裡面的內容 有可能連續去掉幾層頭 這個時候的話 為了防止這個 Buffer被反复拷貝 它就利用這樣的一個Offset去指向它現在有效的位置 後面是一個具體出現漏洞的代碼的一個片段 然後我大致跟大家說一下它的一個情況 首先 在這個位置有一個Lens Lens 是一個寫全的Lens 完整的L-E-G-L-E-N-G-T-H 一個完整的Lens 減減 這個Lens的話 它的值就來自於我們用戶可控的一個輸入的Buffer 而這個Buffer它沒有對這個減減做一個狡献 也就是說我們完全可以給它傳一個零長度的Buffer進來 那零長度的Buffer的話 我們知道 就會導致這個Lens會有一個下翼 下翼之後 因為它是一個16的 Uint 16的 它就會變成一個相對比較大 但還不是特別大的一個數 後面是一些check 這個與我們的漏洞沒有太多的關係 然後給大家看一下下一步 這個Lens 出現這種下翼之後 不會直接處罰一些問題 但是我們看這裡有一個offset與Lens的比較 既然我們的Lens已經通過下翼的方式 變成了一個非常大的值 那就一定會進到這個EVE的 就一定會進到這個符合這個EVE的條件 進入到裡邊來 進入到裡邊來之後 我們會看見它會有一個P-RESP P-RESP就是我之前提到的 我們用戶提供的Buffer 它的內容是相對來說可控的 那我們就會出現對P-RESP所指向的Lens 注意這個是Lens 不是Lens 就是對我們Buffer上實際標定的 我的一個長度去做一個減法 這個減法的話 同樣可以產生一次數組的 不是數組 同樣可以產生 產生一個這種整形的一個向下溢出 這樣一來的話 我們雖然第一個Lens出的溢出 沒有產生任何問題 但是它導致我們的代碼 執行到了一個特定的一個分支內 並且對這個Lens 產生了一次溢出 然後此時的話 我們就可以認為 我們現在的P-RESP 這個位置 它已經是一個被 可以破壞的一個值 那接下來它把這個值 就傳給了RW-DATA.DATA.P DATA就是很長的一個名字 將它傳給它作為它的一個成員 然後我們知道現在RW-DATA 也是出現了問題 接下來這個 函数繼續執行的時候 它會去調 它會去調用一個callback 在圖片中黃色的位置 是一個callback 這個callback它有兩處執行的位置 後面下一個漏洞我會談到 為什麼它會有這兩塊 我們現在就知道 無論它走 其中兩塊的任何一個位置 通過任何一個位置去調這個callback 都會來到我上面的這個函數中 這個函數的話 相當於就是一個dispatcher 根據你前面 根據你前面指定的callback的 具體種類 去選擇一個case去執行 但是同樣的 無論你選擇 其中我標簧的任意一個case 它最終都會去調到 這個函數的名字更長 nfa-rw-store-ndef-rx-buff 這樣的一個名字很長的函數 然後最終的話 在這個函數中 會有一處meme-copy 而這個meme-copy 我們看 它copy的時候使用的長度 就是好長好長 就是剛剛我們通過 那個rwdata的那個變量 傳進來的一個 已經出現了下意的值 這樣一來的話 這個漏洞最終就會導致 一處這種非常長長度的 meme-copy的一個行為 對 這個函數的話 其實除了我剛才提到的漏洞 如果大家眼尖的話 可能會發現 裡邊仍然存在另一處問題 我後面 它是與下一個漏洞相關的 我會到時候再具體給大家講 然後 這個就是 2019 2034這個漏洞的一些情況 總結來說的話 就是 它在整個 整個 Android nfc的一個實現中的話 它有非常非常多的位置 存在這種缺少長度校验 特別是 對這種輸入長度為零的情況 從而會導致一些下意 在這個例子中的話 第一步下意不會產生問題 但是會 引導通過一個腳驗 從而導致 真正關鍵的數據出現問題 然後通過 剛剛提到的callback 繼續向下傳遞 最後 處罰一處meme-copy 然後就是一個小小的思考 我們剛剛提到的 確實是可以產生一個這樣的 meme-copy 我先不講這個meme-copy 究竟發生了什麼位置 那 現在的 想法就是說我們這個 既然它的長度是零的話 那麼這種數據是否可控 看起來的話 似乎是 既然你是零 當你去拷貝的時候 你拷的是一些垃圾值 就所謂的垃圾值 對吧 但是 問題是它的 後面我會提到 它是在堆上進行的分配 而我們的那個gki 它也是從堆上去砍了一塊數據 然後它自己來管理 既然是這種情況的話 我們就可以通過對gki的 因為gki是接受我們輸入的 我們可以通過 旅程來說通過對gki的一種操縱 然後去控制我們拷貝的一些內容 這裡是一個poc 然後 對這個poc 基本上就是跟我剛才 給大家看的那個poc的骨架是一樣的 就是用那個骨架 填充了我們的一些處罰代碼 然後也把它發到github上 如果有興趣可以去看一下 然後最後一個漏洞 就是我剛才提到的那個函數 似乎也有問題 那它到底有什麼問題 我們來看一下 那個函數它的一些資源是位於 我剛剛提到的NFA 也就是整個NFC的項目中的一個 管家模塊 負責管理各種資源的一個模塊中出現的問題 我們再來看這樣一個函數的一個截圖 這個截圖和我剛才給大家看的 ISO15693的截圖很像 但是還有一點點區別 它的話就是在T4T這個協議裡邊的一個 也是一個Dispatcher 類似這樣的函數有很多 然後我畫了一張圖給它總結 是這樣 為什麼它會有這樣的一個函數 我們剛剛只是介紹了 只是介紹了有存在這樣的一種漏洞的情況 但是我並沒有講說 為什麼它會有這樣一個拷貝 這個拷貝是怎麼來的 因為我最左側我列出的是T3T、T4T和I93 都是比較複雜的NFC通信的協議 在這幾種協議中 它是支持我的代碼 不是代碼 支持我們的數據包進行分片的 那麼當分片的時候就涉及到 我目前收到的沒有完成的分片 需要在一個位置進行存儲 所以說當這些數據被收到之後 它就會經過這樣的一種調整路線 最後經過剛剛我給大家截圖看的那個Handler 最終都有我們剛剛認識的函數 名字非常長的NFA、RWS、ORE、NDEF、RSBUFF 由這個函數去做處理 就相當於所有的與協議的數據包分片去組合的 都會由它來處理 然後我們再來仔細地看一下這個函數存在什麼問題 它這裡有一個MEMCOPY 這個COPY的話 它不是向一個數組的0的位置去COPY 而是向中間的一個BUFF NDEF、R 不是BUFF OFFSET NDEF、RD OFFSET 這樣的一個位置開始去COPY 這個明顯就是一個 我們當實現這種分包的數據去拼接的時候 然後要用的一種方法 隨後的話 當我把現在的分包 當我把現在的分包拼接上之後 它會對這個OFFSET做一個自加這樣的一個操作 這裡的一個問題就出現了 就是你在做這種拼接的時候 你必須要考慮這裡的數組的 它可以容納多長的數據 而這裡它只是做了一個不斷的自加 每當我收到一個數據的時候 我就做一次自加 不斷的自加 直到最後可以觸發一個問題 它的一個問題的形式就是 就是由於對NFARW CB NDEF RD OFFSET 就是對這個OFFSET的值沒有做交易 沒有去判斷它是否已經 新來的值加上我原來的OFFSET 是否已經達到我數組的末位了 如果這樣的話 我們想要觸發它就非常簡單 就只需要持續的給它發數據包 並且始終告訴它 我們的數據包沒有到達這個协議的最後一個 就是不斷的去給它補充數據 直到它產生一次益處 然後這個是一個POC POC非常簡單 就是持續不斷的傳數據就可以 然後這個就是我大概分享的三個實例 然後總結一下大概講了哪些內容 就是一個是IFC的基礎 和IFC在Android上的一些實現 然後攻擊面的一個探討 以及攻擊目標的一個選擇 然後一些原理啊 發掘手段 包括我們寫POC的這個工具的一個探討 最後就是一些實力的研究 然後就最後的一些想法吧 就是這個東西確實是難以模糊測試 我不知道是否有在座的同行 就是之前追過那個熱點藍牙 其實NFC的這個模塊和藍牙的代碼非常像 他們是從樹式上看都是博通提供的代碼庫 當時藍牙就產生了非常非常多的漏洞 然後當時我就是相當於跟了這個熱點 發現IFC跟它很類似 然後就猜測IFC也會有這方面的漏洞 我也和人在網上討論過一些 他們的結論都是這個東西非常難以做模糊測試 因為它的結構非常非常臃腫複雜 然後對於NFC來說它的利用其實也比較難 因為它首先需要一個物理接觸 其次它是一種跨設備的這種行為 而且對於安卓來說 它的這個進程也是以一個APP的形式 執行在一個系統的服務 com.android.nfc這個裡面 它其實儘管是一個系統的服務 它也是非常高度沙香化的 然後也有一些保護 最後的話指出一些潛在的可能 可以做的方向 就是時間關係我們只研究了 安卓中就是AOSP裡面的這個 協定站的一個處理過程 但實際上包括HIL 其實這一塊我也給交過一些漏洞 但是因為它不是直接可控的 所以說建議如果有人想研究 這一塊可以放棄 因為它谷歌不一定太潤這類的東西 然後其他的就是SOC SOC的話可能就需要一些 逆向工地比較強的人去研究 其他的就是Curnal裡面的 這一塊的驅動 包括其他的處理到底是怎麼實現的 我們目前來說 這一塊看的人還比較少 如果有想做AOSP相關 不限於AOSP 就是想做安卓相關的路動發掘 可以去看一下這些方面 然後這是研究中用到的一些參考連接 最後感謝我的團隊的成員給大家 然後還有一個演示 這個演示因為我當時是自己錄的 我當時是自己錄的 然後只有一個時候 我需要用一台手機兩台電腦 還有一個就是Proxmark3的一個設備 這個設備還必須跟手機貼得特別近 所以圖片可能有些抖動 我就照到了 欸 看不到 燒到 其實這個只是一個crash 謝謝 對 是不是看不太清楚 我就在這裡打了一下 我現在NFC這個進程的進程號 其實就在它crash前後 看了一下進程號的差別 然後證明這個漏洞能出發 這裡是就是那個設備 然後當我屏幕衝著這兒的時候 我另一隻手需要把它們壓得非常緊 因為這個東西它進場通信就 效果也很不好 然後這邊的電腦上其實就是我 我暫停一下 那邊的剛才就是剛剛過去的那些電腦上的 那個那個console其實就是我 Proxmark3的client在那邊 如果在調的時候 可以在裡面加一些日誌啊 什麼的東西都可以在那邊收入 然後這個shell就是在安卓手機上 打出了一個Loccat的一些內容 這個時候我就在底下不斷的動那個手機 和Proxmark3 因為它倆接觸不領 漏洞就是想觸發一下還很難 一直在retrain 還在挪它們的位置 最後就當這個數據包能夠把它前面 所需的所有數據包發過來 就會有這樣的一個crush 這個應該就是2034那個漏洞的意思 基本就這樣 那就這些謝謝大家 好非常感謝趙琦精彩的演說 基本上把它從怎麼樣挖掘NFC相關模組的漏洞 然後跟各位做一個分析 其實在剛才有他提到說 在他分析過程中 其實比較常用的就是 原始碼的檢視 co-review的方式 那我不曉得在座有沒有 聽眾想要問趙琦問題的 如果大家可以先想一下 那我這邊想要問一下趙琦 就是說像您有提到說現在 Android系統上面有很多研究的方向 像進場通緒也好 或是SOC kernel 那像其中trust zone 我不曉得你有沒有在這方面有一些研究 其實trust zone 其實對於像這個一些交易 或是說一些跟錢包這些東西 都會有相關 那trust zone的部分 是不是比較常用的 就是用這個fuzzing來做 因為它一部分的call 是clock on 它沒有release 所以基本上你也沒有辦法去review這個call 是這樣 就是trust zone的話 現在也是分廠商 因為它超速度大概現在比較流行的 三星有一套自己的一個實線 然後華為應該有一套自己的實線 其實最常見的是高通的 高通的是用的最多的 然後其實現在業界也有一些之前的研究 去做一些fuzzing這樣的一些研究吧 但是fuzzing目前還沒有高通的 就是其他兩家 包括還有一個叫開源的叫OPT的那個 那個也是可以去fuzzing 它fuzzing的時候 主要的一個問題 就是因為我們的整套系統 都是運行在一個所謂的 就是security world 所以說這個過程中的話 可能涉及到一些移植問題 我們確實是可以把一些 看起來邏輯比較多 而那些與系統相關比較少的內容 把它移植到比如說一個 quemail也好 或者是其他的環境中去做 但是這個過程中 肯定涉及到一些系統調用的缺失 那這個過程系統調用 最後怎麼去處理 我覺得這個是一個工作量 比較大的問題 還有就是可能插裝 就會有一些看你發在哪個位置 如果是TA的話還好 可以有一些動態插裝的方式 但如果比如說 它比如說系統 就是TEOS的那一塊東西 也沒法插裝 而且那個東西也只能在 在你安全世界裡面去運行 所以比較複雜 跟工作量比較大一點 那這樣子分數會比較高 在Google的那個漏洞提交上 對 現在因為Google它修復的只有 只有高通的相關的 它才會在Google那邊去公佈 然後TAOS用的最近 報的也不是很多 而且主要是他們內部的研究 就internal的一些 就是 好 還有沒有人有問題 好 那沒有問題的話 我們這一場就到這邊 那我們在非常熱烈的掌聲來歡迎趙琦 謝謝趙琦 謝謝